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俄下一步会在哪里部署中导武器各界高度关注 普京表示如果美国敢再下一步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的话 那么俄罗斯将会采取非对称回应措施 包括部署高超音速导弹 而欧洲则形容美俄退群是欧洲恶魔的开始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老原甲内交外困的乌克兰 将在本月底迎来一场群雄并起百花齐放的总统大选 这场被舆论视为乌克兰史上最难预测的选举 当前民调一路领头的居然是一位喜剧演员 到底如何解读不断碎片化的乌克兰政治生态 美国下一个想推出的条约又会是什么 处心积虑为自我松绑的美国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今晚上凤凰全球连线 莫斯科现场有凤凰卫视著俄罗斯记者卢宇光 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上海现场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 三方连线解读 潘多拉磨合已经开启 来看刘思雨的追踪报道 剧名人民的公仆 南一号扮演者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四年前当这部政治讽刺剧红遍了乌克兰大江南北市 即使铁杆粉丝恐怕也想不到 制片方会直接用聚集的名字组建一个政党 并在去年年底宣布参加乌克兰总统大选 而参选者就是演员泽连斯基本人 更有意思的是 他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恰恰就是一位 英差扬座当上总统的中学教师 却因自称一派的政见与贴地气的政策 深受民众爱戴 最新民调显示 泽连斯基居然力压前总理 寂寞申科与现任总统波罗申科 稳坐支持率排行榜冠冠军 所谓黑马 所谓本色出演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 2019乌克兰大选中 并没有具备压倒性优势的候选人 这场被舆论称之为 乌克兰史上最难预测的大选 正越发凸显百家争鸣的局面 尽管乌克兰各派政治势力 都在摩拳擦掌 准备在3月31号一决雌雄 但显然有些人对最终的结果 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在意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3号就直言 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乌克兰大选 公然违反了欧洲国家的民主规范 性质相当之龌龊 并且他还表态说 虽然俄方希望与新当选领导层交流 但照目前这个趋势 俄罗斯不知道未来还能和谁对话 俄乌这对老冤家 要修复兵临破碎的双边关系 不只是南上加南 偏偏还有外人从中作梗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消息称 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行政命令 将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所实施的 本应在6号就到期的对俄制裁 延长一年 对此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也发表回应 直指美对俄制裁毫无前途 并且美方所想要的所谓的教育效果 根本就是零 几乎同一时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 正式停止履行中导条约 这距离美国开始走退出条约的程序 才不过一个多月而已 实际上不论是大规模部署 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还是研制射程达1000公里的 高时高超音速导弹 乃至于今年春天即将下水的 核动力潜艇 早在上个月的国庆资文演讲中 普京就已经一一展示了 充满俄罗斯风情的回应措施 美俄互不相让会否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 乌克兰大选变数从生 最终会是何人登顶 俄乌关系风雨飘摇 转环空间尚存多少 好 终止这个中导条约 意味着全球军事战略的一个重大的调整 下一步各方关注的是 美俄两国的最新动向 好 首先连线的是 在莫斯科的记者卢语光 我们来看一下普京今天的表态 具体情况如何 我们看到普京除了说我们要终止履行 这个中导条约之外 其实他还说我们没有彻底放弃这个条约 到底具体情况如何 以及对于俄罗斯这个决定 国内支持的多吗 普京3月4号签署了俄罗斯总统令 关于终止于美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 这么一个条约 那么普京在总统令中强调 条约直到美国消除违规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的这种行为为止 特别是或者是就是说 条约自动失效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关注到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 这位前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他有一个表态 他希望和美国进行二加二的对话 就是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对话 来加强对方的这种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流 我们可以记得特别是今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月份的时候已经强调 特别是俄罗斯方面不会主动与美国提及 有关中导条约的这种对话 但是今天的这种官方的表态呢 让外界也是大跌眼镜 同时的安东诺夫还强调 他说俄罗斯的这个网络从一月份开始 目前遭到了美国三千多次的这种攻击 那个安东诺夫强调呢 是美国仍然视俄罗斯为这种敌人 而且呢双方制造冷战以来最大的这种对峙 这对双方改善关系相当的不利 好的非常谢谢雨光带给我们的最新分析 好这个针对俄罗斯的表态到底该如何解读 我们请出的是北京中国社科院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张鸿先生 张生其实听刚刚雨光的介绍 我们可以感觉到虽然俄罗斯表面上看起来很强硬 但其实能感觉到退中导这个事 美国主导俄罗斯呢就被动跟随 然后现在还留下了很多话口 说我们要继续跟美国对话 你觉得到底俄罗斯现在的心态如何 他是真的想退吗 首先在这个退出中导问题上 我们应该看到俄罗斯是被动的 因为美国在冷战以后啊 所拥有的这种军事技术优势 正在不断的去加强 从第五代战机常规武器 以及我们看到的海军舰艇电队 俄罗斯的这个苏联的老底子 基本上已经所生无几了 当然核武器也已经 俄罗斯最近宣布的一些超新机的这样一些武器 对于反制西方是有利的 但是呢 事实上俄罗斯不希望重新以美国 或者是说不希望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敌 乌克兰危机以后啊 我们看到俄罗斯西部的安全环境啊 急剧恶化 北约不断的向前沿部署 可以看到现在沿着俄罗斯边境西部 大量部署了新的 重新部署了大量的北约部队 可以说俄罗斯应该是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经济 而恰恰是这个时候呢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所以呢 俄罗斯属于一种被动的一种选择 那你觉得如果俄罗斯被动选择的话 这个俄罗斯现在来说 比如说它军事上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经济方面也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那么对俄罗斯来说 退出中岛到底有没有好处 应该说退出中岛 对俄罗斯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俄罗斯现在的军费开支啊 只有600多亿美元 而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人均GDP 只有一万美元的这个国家来说呢 俄罗斯与北约对抗 俄罗斯与美国重新开启中岛的这样一个领域的 这样一种军事对军队竞赛 实际上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但是呢 俄罗斯恰恰是一个有大国报复和 比如说普京外交 有着重新要振兴俄罗斯整个 从建俄罗斯帝国的这样一种美好的一种愿望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 俄罗斯选择美国重新的对等的这样一种退出总统条约 可以显示俄罗斯在这个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的这样一种强硬的姿态 所以说呢 我认为俄罗斯选择退出重岛条约 实际上呢 对于普京 所谓的这样一种大国外交来说 它是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种显示 外交意志的一种斗争 嗯了解 就显示我也是大国 我跟你对等 我跟你平等 但就回去可能经济压力特别大 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好对美国方面呢 大家关注它的下一步战略动向了 请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美国问题 张家东先生 张家东先生 我们知道这个中导条约呢 美国抱怨已久啊 就让它不能生产很多亚洲很多国家 可以生产并且领先的中程导弹 那现在这个条约可能暂时对它没有约束力了 它可以名正言顺的发展导弹 但对于我们来说更关心的是 它发展了这些导弹之后 它下一步会部署在哪 是欧洲还是亚洲 因为这个中程导弹 它肯定没办法部署在本土 那要部署的话 真正前沿部署 那无论会就是欧亚两个方向 那目前来讲 部署在欧洲对付俄罗斯 这个必要性是不高的 如果它真要部署的话 你看它整个从美国去亚特战略 它整个这个战略的一个重心在哪 它其实在亚洲 它不是在欧洲 也不是针对俄罗斯 所以如果一定 现在还提不上这个日程 因为美国还没有讲过我要怎么把它重在实战 这是一个非常早非常早的一个想法 但是如果一定要部署的话 我想亚洲的概率可能比欧洲要高 了解 但是我们看啊 就是就美国整个退群 它的一个想法呢 是把俄罗斯当成一个借口 但就像您刚刚说的 其实亚洲的这些军事安全力量的变化 可能让美国感到更大的威胁 那我们就好奇了 就在过去这三十年来 到底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平衡 发生了哪些变化 然后让美国觉得 我现在必须要退来应对了 你觉得主要观察哪几个国家 我们从八十年代 八七年左右签中导条约的时候 跟现在差不多是三十多年过去 那么这三种里面 从经济 政治和军事的角度 最值得关注的国家 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 就是中国 第二个就是印度 第三个就是与印度相关的 像巴基斯坦 与美国相关的像朝鲜 那么这些国家都拥有了 这个强大的中程导弹 中短程导弹的这个能力 他们的这个经济 尤其是中印两国的经济 这个政策影响的这个上升 这确实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冷战将要结束的时候 完全不同的一个政策局面 那这个局面也是一个客观实在 就是美国人讲的一些东西 环境变了 环境是变了 但是怎么变 怎么提供在中导条约本身的修改 或者是修建上 这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就这个问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一下 北京的这个专家张宏先生 刚刚也谈到 就是美国的司马昭之心 全球皆知 那假设美国以后呢 会把很多武器部署到亚洲 可能会对中国形成威胁的话 你觉得中国需要担心吗 我们的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力量 在这边还是处于一个优势吗 还是说还是会担心 美国进来之后 会改变地区的一个平衡 首先我认为 中美之间的这种军事差距是明显的 中国无论是在常规武器 还是在核武器上 都不足以美国对抗 第二个呢 中美之间有着密切的 这种经济 人文和社会的 这样一种联系 事实上呢 中美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是中美呢 又是最容易 而最愿意坐在谈判桌上 进行谈判的国家 所以呢 我认为呢 美国退出中岛 确实是对于亚洲的 和东亚的这个安全 是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呢 我们也不必过分的担心 事实上呢 中美在处理双边关系 和地区安全问题上 还是有很高的理性 或者说有很大的对话意愿 反观欧洲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呢 俄罗斯与北约的这种关系 恰恰是冷断之后呢 变化最大的 我们知道 目前的这个国际规则 我们政治规则 安全规则和贸易规则 基本上是延续了 冷战结束后的规则 那目前呢 俄罗斯与北约的这种关系呢 恰恰打破了欧洲的 这样一种敌眼安全规则 敌眼安全规则呢 就是所谓的用军事手段 来改变国家国边界 实际上呢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实际上是 给俄罗斯一个 一个重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所谓 非常规的 非政治的这样一种手段 打破安全 界限的 打破国家边界的 这样一种行为 可能会激起美国 采取更多的反制手段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我认为有针对中国的因素 但是呢 我们不能排除俄罗斯的因素 事实上呢 俄罗斯还有存在着 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欧洲和中东的地缘安全 是不是能够已经形成了 一种所谓的默契和平衡呢 我认为还是在一个 变化的过程中 如果未来在中东 或者是在东欧 还存在着这样一种 所谓的这样一种 事件的话 突发事件的话 我认为北约 有可能会选择中岛 部署中岛 所以呢 我认为美国退出中岛 和俄罗斯对等退等退出中岛 实际上也打开了 欧洲安全的一个潘多拉盒子 好 就像你说的 就如果美国退出中岛 然后北约接下来 也部署中岛的话 对俄罗斯的下一步反应 就形成非常大挑战了 那我们关注的是 你看像今天 特朗普又开始追加 对俄罗斯的制裁 然后算了一下 俄罗斯现在这个共同制裁 有68项 对经济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这样的情况下 又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下一步 到底该如何反应呢 就是应该跟着美国一起起舞呢 还是说稍微保守一点 去研发自己的一些 高超音速导弹的神器 您怎么看 俄罗斯该如何应对 应该说俄罗斯首先 它对国家和对全球外交 它是有不同的 自同不自己的定义 俄罗斯始终是把自己定义为 全球大国和全球外交的 这样一种重要的 全球政治的这种重要的参与者 而在奥巴马在最后一个任期 在乌克兰危机以后 他曾这样评价俄罗斯 是认为俄罗斯已经融为 一个所谓二流的地区大国 可以说这种观点 在美国的政界 或者是美国的这样一种建制派里 是有这样一种观点 所以俄罗斯十分担心 自己在国际政治中被边缘化 事实上在俄罗斯 现在目前所有的中国国力中 唯一支撑俄罗斯 成为全球大国的 首先是军事 其次是俄罗斯的全球外交 当然俄罗斯经济 目前看来还是不能够 完全支撑俄罗斯 在全球进行活动 所以俄罗斯为了保持 自己在全球的影响 在地区的影响 必然会选择与美国 进行持续的这样一种军事的 甚至非对称的 这样一种军事 准备竞赛和军事对抗 好 那说到这个欧洲呢 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来问一下上海的张教授 其实欧洲现在是最担心 我们看到欧洲现在说 如果美俄都退的话 对欧洲来说是噩梦的开启 那么解释一下 欧洲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以及美国下一步 有没有可能在欧洲 来部署一个中程导弹 欧洲最担心的就是 俄罗斯重启它的中导项目 并且部署在边境 以欧洲为目标 这是冷战时期 欧洲人常给百特伯格的噩梦 中导条约一开始 就是为了解决欧洲国家 包括脱行在内的 这种安全忧虑 是两个大国照顾 欧亚的一些 中小国家的一个安全安排 如果两国真的退出以后 我想最大的审视者 就是欧洲 不是亚洲 因为亚洲本身 就不在这个棋盘上 所以我想欧洲国家 一定非常着急 积极地做美国 做俄罗斯的工作 那么两国都留下一些活扣 就是留下几个月的时间 事情还有转机的可能性 好 说到欧洲国家特别着急 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指标 就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传统上 也是美俄博弈的 一个前沿阵地 乌克兰马上就要大选了 有何指标来观察 下集回来继续分析 好 说到俄罗斯的老冤家 乌克兰3月31号 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但是现在最火的一位候选人 并不是寂寞生科 也不是寂寞生科 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乌克兰喜剧明星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一个最新民调 就根据多家媒体 做的最新民调显示 德林斯基的支持率 基本上是在25%左右 最高能达到27.3% 目前是处于领先位置 排名第二的是 现任总统布洛生科 支持率大概在17% 而第三的是前总理 寂寞生科 支持率紧随其后 但目前可以根据 各种民调来看 还没有一个候选人支持率过半 但是这个泽林斯基 到底何方人也 为何现在能异军突起 我们来问一下 墨斯科技记者陆宇光 宇光您好 那泽林斯基突然异军突起 各方对他到底有哪些认识 他的对俄政策 对美政策如何 是的 那么俄罗斯人对 泽林斯基评价 就是一个喜剧的演员 特别是泽林斯基要表示 他一旦当选 将和俄罗斯改善关系 这一句话 俄罗斯人能听得进去 但是呢 当民众反问他 泽林斯基说 这个克里米亚问题怎么办 泽林斯基说 将和俄罗斯来 共同坐下来 来政治进行对话 然后呢 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呢 目前的泽林斯基 对俄罗斯来讲 这个人并不重要 但是呢 包括波罗森科 和基莫森科 这些都是老人 不管他们继续执政 或者是新当选的 基莫森科 和俄罗斯呢 都不会改善好的关系 特别是 今天上午 俄罗斯的媒体 都是报道了说 波罗森科 这两天 着急的要找普京 普京是没理他 俄罗斯总统 新闻军 秘书 这个佩斯科夫 也证实了这一点 说普京 并没有接这个电话 应该来说 目前的这种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 能 做到这种程度 和波罗森科 目前极力推进 和俄罗斯作对的 这种 这个政策有关 但是呢 东吴问题 也是乌克兰 非常棘手的问题 好 K君刚介绍 俄罗斯好像并没有 把这个喜剧演员 放在眼里 但不论怎么说呢 人家确实 民调领先 怎么解读 我们来请教一下 北京的 俄罗斯问题专家张宏 张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候选人呢 他是去年底 才参选的 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然后现在 民调是遥遥领先的 你怎么看 大家应该对他 就是觉得说 还是蛮有希望出现的呢 还是觉得最终 还是敌不过两位 政治老人 首先应该看到 乌克兰这个政治 确实存在着 这样一种 所谓的选民 一种甚至神秘疲劳 目前在乌克兰政坛的 这些政治家 对于选民来说 都是很失望的 没有解决乌克兰 社会发展的一些 什么反腐败问题 也没有解决 所谓的经济繁荣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 所谓的俄罗斯的 这个领土争端问题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泽林斯基 是在所谓的 义军突起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 泽林斯基 有一个很大的短板 他是个演员 他没有自己的政治 所谓的四梁八柱 没有自己的 所谓的成建制的 这样一种团队 执政团队 也没有自己的 所谓的 现在的一个 很庞大的社会 一个政党去支持 单纯的这样一种 所谓的异军突起 那我觉得可能 就是反映了欧洲 现在特别是 乌克兰这个国家 民粹主义比较泛滥 反对一切 所谓的老政治家 那是新政治家 能不能行呢 就像俄罗斯媒体 所说的 泽林斯基是一个演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就姑且一看 很难说泽林斯基 就一定会获得 第二轮选举的胜利 我们知道现在 所有的政治家 所有的政治候选人里头 都没有超过20%的 或者说都在接近 这样一个水平 那这20%的民调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在第二轮 未必就会领生 我们知道 波罗申科和这个 新国申科 都是明显反俄的 这样一种政治家 好 就说到这个民调 没有一个是超过20%的 我们最后来请教一下 上海的张家东老师 你怎么看 很多人就觉得 这次你看候选人 有40多个 没有一个人 民调超过20% 很多人把它形容 是一种碎片化的 乌克兰政治生态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对于美国来说 他对这场乌克兰大选 又有什么样的期待 首先这个乌克兰 出现这种状况 确实是一个政治新现象 这个现象 也不仅在乌克兰 最近几年 这很多国家 都相当普遍的 我们有美国总统 特朗普也这样上台的 法国总统也这样上台的 前不久刚结束的 这个巴耶斯坦的大选 也是一个 打板球的明星 当了总理 也就是讲 我们要感觉到 如果乌克兰 出一个隐心 当领导人的话 这很正常 符合当今政治 民粹化 群众对老政客不满 这种趋势 这对美国 其实是个挑战 对俄罗斯 也是个挑战 因为过去 乌克兰领导人 总归能找到一个阵线 要么亲俄 要么亲美 双方 要么反对他 要么拉拢他 都很容易定位 如果这个新的 政治新秀 真的当了总统的话 我想两国都很头疼 都搞不清定位 都难以琢磨 这个人的政治属性 好的确在这个时代 民粹的一个政治明星 一军突起 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看一下 泽林斯基最终会走得多远 今天非常谢谢 三方带给我们的精彩讨论 也谢谢各位收看 全球连线 我们再会 对 对 Russia has violated the agreement 打不过我吧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追不上我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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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被我打败了 全都一起上吧 我根本没在怕 提不过我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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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别记这句 看我如何触摸斩妖 各种螺旋走位 教你如何反招 不管如教科书的操作 让你难以置信 队友都听了 都盯着被我燃起自信 带我强盗夫子 带你脱离哭喊 给我来口毒奶 这感觉缤纷无惨 复合状态 然后带着队友发起进攻 强大的自信 驱使着我不着运冲 这件事衰退 没得跟风超人 也得和所有人去分